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午 在众神初旬绕进祈福队伍出发之前 县长饶庆林、议长吴秀华、市长张国舟 都到场与天后宫董事长林友德一起 共同为活动敲锣祝福 我们今年非常感谢天后宫 愿意承接下这个活动 特别和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当初绕进祈福 大家各宫廟来祈求台东今年 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一个心情 大家能够共同来发扬起来 很欢迎可以天后宫在睽違两年之后 再度承担来担心我们今年在镀头栋的租房 元宵道敬是我们台当人 所有大家共同的记忆 我记得小孩是我们对妈妈 在镀头栋的车队上面很好玩也很处理 那家家夫妇有准备向外在那拜拜 我觉得这个优良的传统 真的需要大家继续来延续下去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天后宫 也感谢我们管政府市公所 各个单位都这么努力 让我们的文化继续来传承 刚县长当前市长当前以后 县长我们邀庆理邀县长 最重要第一项我们当前隔天 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拜访 拜访我们天后宫 请求我们天后宫来承接我们2019年 盈小姐的绕庆活动 因为绕庆活动如果没有绕庆活动 光是有我们破坛邯郸 还有我们一些时工所现政府所所办的一些花灯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期以完美 尤其绕庆 这个也是一个组拙 所以说我们邀庆理邀县长会长出众 我们当前第二天我们就要拜访我们天后宫 请求我们天后宫的所肯 来愿意来承担我们2019年绕庆活动 在此我与县长真的诚实地感谢我们天后宫 来承担这个重任 天后宫特别邀请来自台南的国内民俗议政 尹川高桥队与十二婆主队加入绕境祈福的活动 呈现当地的传统民俗 妈祖出巡 由议长吴秀华和市长张国舟长教 越南新移民组成的宫登队以及教前罗 还有千里眼顺丰儿两位将军随行 由27个宫庙组成的绕境祈福队伍 于下午1点30分出发 行经金城路、正气路、广东路、大同路、福建路、新生路、中华路、大同路、光明路、新生路、全广路、最后穿越更生路、到中正路、广东路、由仁爱街、晋路、天后宫餐礼 围观民众自八点以后陆续争多不减 直到最后一支队伍 旧式殿 进入后才纷纷的散去 这次特别感谢天后宫来承办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它代表不仅是宗教还是文化 我相信后过这一次的举办 我希望以后能够把它去扩大来办 那当然要感谢我们所有非常辛苦的我们的警察同志们 他们从之前的宣导到整个组织的编制 到今天的执行 感谢他们 也祝福了所有的乡亲 元宵节快乐 今天跟顺利 都照时间在外省 路上还没什么搭车 搭队 来这里表演大家时间也要准备 我们要感谢这次的专门 可以让大家配合得更好 可以成功万万 谢谢你们 台东天后宫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 克尽职责的在众所瞩目之下 于2月19号 正月15晚间12点钟之前 完成所承办的元宵神明绕境祈福活动 期许相关单位听到看到所有民众的心声 多方检讨 来年还给民间一个符合现代社会 不失传统热闹又多元的元宵节庆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进行